看一下那個4迴圈 那是4迴圈 在那個第3章 3之2的部分 那首先 今天我們要看的 主要迴圈的部分有幾個 第1個是4迴圈 4迴圈另外的話還有 4迴圈 還有2迴圈 那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就是所謂的重複結構 也就是說 這個迴圈的可以根據你要的 需求裡面的一個 像4迴圈的話就是一個 判斷條 這個這個 會有一個初始化的一個宣告 跟一個 條件判斷 還有增量值 這三個部分 然後裡面的話你要執行的程式區塊在這個部分 也就是說 4迴圈裡面呢會有一個初始 開始判斷 那如果這個判斷的條件也就這個地方 他為初的話 就會 進到這個裡面的程式裡面去做 這裡面的程式區塊 那反之如果force的話呢 就會結束什麼 就跳開這個迴圈 那這裡面的話我們一個例子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我想for迴圈跟其他的語言都差不多 流程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進入到這個迴圈條條件式裡面判斷處的話就執行 然後呢會增加也會有個技術 技術 那反之的話呢就會跳離這個程式 OK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程式 比如說呢 我們在那個範例裡面的各位可以看一下三支十三頁這個地方 這個範例裡面 很簡單就是怎麼樣呢 計算 成是計算所有 小於 或等於 某一個數的 此數的話就是某一個數字 的 基數 基數各位 基數的 所謂的總和 總和通通幫我加起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這個數字的話 比如說呢 我們 這個地方 寫在那個patch row的地方 patch row的地方 它裡面的話呢 我們 比如說呢 要設定這個運行的數字 這邊一個 變數是整數的 它的變數名稱叫 Mum 它等於10 然後呢這邊有個sum 這是加總 那給它一個預設值 給它一個預設值0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先預先respond right 出一個標題 比如說這個是for回圈 那接下來